满悠悠的母校朱利亚音乐学院好考吗 是每天24小时泡在琴房就能考上的吗 这个学校有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要求托福必须达到73分 这点拿捏的死死 这个满足不了门都进不去 学校的地理位置很好 就在中央公园旁边 正对林肯中心 旁边就是纽约芭蕾舞团 还有爱乐乐团 这也是一所非常智能的学校 全部都采用电子登记系统 所以说如果你在练琴的时候 上了超过15分钟的厕所 那你就会被踢出系统 丧失了当天练琴的资格 所以一定要排空自己再去练琴哦 这是这个学校很有意思的一点 学校的音乐厅也非常神奇 它像变魔法一样 可以把声场变成世界上任意一个 有名的音乐厅 这一点对于学音乐的人来说 是非常厉害的效果 听说朱利亚音乐学还有创业的课程 全面去培养一个优秀的音乐家 最后总结一下啊 朱利亚是一个非常注重学生 未来发展的学校 她的英语要求非常非常高啊 所以你不光弹琴好 英语也要好 才能进入这所学校 你想考朱利亚音乐学院吗 找高老师就对了